大家好,今天台湾体报道说美国的国会议员再次访台,参议员达克沃斯率团抵达台湾 美国联邦参议院接连访台,29号达克沃斯率团抵达台湾,会议见了赖清德,肖美琴 台湾外出门的新闻稿说美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率团访台 成员包括联邦参议员苏立文,昆斯,巴特勒,以及专业幕僚一行16人 将觐见赖清德及肖美琴,拜会国安会秘书吴钊燮 并接受外交部长林嘉隆款验 并与外交部国防团队美台关系台海安全形势重要议题交换意见 美在台协会29号和30号公开了在台行程 期间将与台湾资深领导人会面 并就台美关系区安全经贸投资重要共同利益议题进行讨论 达克沃斯和苏立文以及昆斯不仅多次在国会投票力挺台湾有台的法案 包括联署 更于21年6月新冠疫情爆发 台湾需疫苗时搭乘军机来台湾宣布美国将捐赠台湾疫苗 巴特勒则在任期内首次访台为妇女妇权性等性评进步价值拥护者 台湾是亚洲性评权的典范 台外事部闻表示 访问团员皆是台湾在美国鉴定的友人 该访团此行更加彰显了台美基于共享价值的伙伴关系 且美国国会两院台湾新政府就任之初 即先后组团跨党派重量级议员访台 彰显美国国会跨党派台美关系与台湾民主进程的支持 相信在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稳固基础上 国会重要友人接连来访 能够持续深化台美建筑磐石全方位伙伴关系 强化双方在全球各领域密切合作 共创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 另外今天的美国的国务院回应联合国278号决议 表示不支持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美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28号在新闻简报会上称 1971年通过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不支持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第77届 世卫大会再次拒绝台湾观察员身份参加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瑞士以及其他国益组织代表陈旭表示 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上 需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这是联大29号决议和世卫大会25.1号决议 确认的根本原则 米勒在简报会上表示 他不认可 对于联合国第275号决议 是否认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我们一再明确表示 台湾应该能够参加世卫组织会议 当他们参加会议时 他们带来了有益的专业知识 丰富了讨论和辩论 希望他们能够被允许参加今年的会议 29号国台办发言人朱锋莲在回答相关关问题时 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日前的称 根据联合国25号决议 台湾是中国一个省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 我们高度赞赏联合国表态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公式 为联大25号决议充分反映 郑重的确认 那美国方面的认为 197年10月25号联合大会通过的25号决议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 台湾的正式名称成为安理会常理事国 决议中并未提及台湾的主权地位 美国官员表示 该决议并不妨碍台湾有意的参与 联合国系统的其他多边论坛 安东尼·布林肯也表示 美国支持台湾有意的参与国际论坛 美国的政策 中国的原则 美国的一中政策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同的 华人表示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美国国务院声明 他为什么认为197年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 他不认为里面涉及到台湾 2758号决议 当时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 因为当时的联合国的常理事国 中国叫中华民国 七年之前 中华民国就包括了台湾 所以当时联大28号决议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 按照中国的说法 就是我代替的中华民国 那么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土 他所包括的 包括南海的岛礁 包括台湾岛 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中国领土 所以在此基础上 我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 那么也就代表了台湾 包括南海所有的主权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中国是这个想法 但是啊 28号决议里边 没有提到台湾 美国认为 那这个决议不能算数 因为没有写明台湾 所以他认为 28号决议不是关于台湾 但是里边有一个逻辑上的漏洞 就是中华民国 那如果你说28号决议不关于台湾 那当时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华民国 你美国是不是要消灭中华民国 所以我一直在和台湾讲 美国的想法是消灭中华民国 一旦消灭了中华民国 那个台湾在联大28号决议里面 确实他不包含了 所以美国真正的他否认 29号决议是要否认中华民国对台湾的治权 对台湾的主权 所以这也是最有 最有争议的 也就是台湾现在啊 所有的这些国民党也好 中华民国派也好 每天说是亲美 但是反而是美国在否认你中华民国对台湾的你的主权 也就是说美国所做的行为 否认二球炮决议的行为 否认了国民党 包括你 对吧 所有的台湾在美 这些协会 还有美国和台湾所有的正式文件 所有的法律基础 他否认的是你对台湾的主权呢 你中华民国对台湾的主权 人家美国是否认的 那你中华民国 你包括这个 你的所谓的议长 你所谓的总统 你访美 你跟美国所有达成的任何协议 你以中华民国身份 总统身份 议长的身份 议员的身份 你进行的任何的访问 人美国是不承认的 这就是吊诡的事 而美国自己的议员访问台湾 大要大摆的访问 然后你还得接见他 接待他 但是人家国会 还有美国的白宫 美国的国务院 人家就否认你二球不好决议 否认你中华民国 你看这是美国现在最有趣的方 他为了要把台湾问题单独拿出来 他否认中华民国 不知道我今天跟你解释 你听没听懂 因为中华民国本身当时在联合国就包括了台湾 记住 当时蒋介石政府就在台湾 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 包括大陆也包括 中华民国宪法 包括大陆也包括台湾 对吧 中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按照正常来说 你联合国代表的所有的世界上 这些土地主权也就被中国替代了 替代的结果 那也就包括了台湾的主权 也在联合国的代表性被替代 对吧 而美国现在否认这个27号决议 里面没有专门提到台湾的主权 认为当时的1971年 中华民国并没有真正拥有台湾主权 如果台湾主权已定 他就不需要提出质疑了 对吧 那他认为27号8号决议 没有决定台湾的主权 那也说现在中华民国 你到底对台湾 拥不拥有主权 美国是迟疑的 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国民党 这些人亲美 你亲美 结果美国还把你出卖 你捍卫中华民国 结果美国要想灭亡中华民国 那你们每天在做什么呢 你换成美国绿卡 你能救中华民国吗 你天天反中反共 结果你亲美 最小灭亡中华民国是美国 这258号决议 美国国务院这个说法 你到现在也没有抗议 你们还认为是对的 中华民国 连个屁也不放 你看到国民党 连个屁也不放 所以我说国民党这帮人是最好笑的 天天跟中国对着干 跟中国对抗 就是不敢说美国 为什么 美国是他的主人 生死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是非常有趣的 二修八号决议 我觉得美国这么讲的目的 其实就准备打台湾牌了 非常的明确 准备打出台湾牌 只有台湾地位未定 对吧 你台湾主权地位未定 那就可以什么 可以未来操作了 你是独立 是内战 是各种方向去 我美国就可以 我来操作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 美国想要什么 美国要的不是台湾独立 台独也想清楚 不是台湾独立 美国人要的是台湾的毁灭 要的是台湾的战争 美国这些议员跑到台湾 不管怎么说友好 不管怎么说 任何的理由都是为了什么 影响台湾 操纵台湾 为最后打出台湾牌 点燃台海做准备 美国这些议员 可不是那么心善 是为了你 为了你的友好 大老远跑到这来 给你发福利 是要抢你的人头 是要点燃台海 是要摩擦两岸 看懂这个逻辑 你就知道美国最后想要什么 你也知道你在 人家美国心里边 你们的位置 最后两岸打起来 你是不是要当炮灰 自己想一想 你能不能独立 台湾自己想一想 你能不能独立 就像那帮乌克兰 两年前三年前 在战场死那十几万 乌克兰士兵 他们当年可能也觉得 我们是保家卫国 我们跟美国是盟友 我们必胜 死了三年了吧 那十几万人死了三年了 他们的死 到现在你看看乌克兰 他们的死换回了什么 换回了美国的财富增长 换回了美国 对整个欧洲事物的影响 换回了削弱俄罗斯 削弱欧洲 唯一没有换回的 就是乌克兰的稳定 乌克兰的和平 没有 要打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我不想多说 这就是美国的伎俩 当你烂成 欧洲最烂的国家的时候 美国可以从你乌克兰 抢夺所有财富 你的人民 你的所有的矿产资源 所有的你的主权 美国都可以抢回去 未来两岸发生战争以后 美国也可以 台积电抢走 打仗了 台积电走吧 到我那去 台湾买武器 买我武器 高价三倍价格买 买最烂的二手武器 你以为人家来 是给你扶贫来了吗 是来这抢劫的 所以有时候说 台湾像凯子 被人卖了 还给人数钱